花莲县政府前年1800万元入计经费引发全国关注 去年县议会删除2000多万元的宗教预算 花莲宗教预算问题受到立法院监察院关注 花莲审计市日前举办了专家咨询会议 邀请到县议员杨华美、东华大学教授等人到场分享观点和建议 希望透过会议搜集意见 专家们也期盼县政府在宗教活动当中 试着减少介入严谨奋纪 花莲县宗教预算超越其他人口数较多的县市 已受到立法院监察院的关注 前年1800万元入计经费话题在全国媒体播送 去年县议会删除2000多万元宗教预算 旁天席聚集多位宗教人士 让议长张俊怒批县府动用宗教团体关切 将民政处长林金虎赶出场 花莲审计市日前办理专家咨询会议 邀请花莲县议员杨华美、动华大学台湾系教授李世伟 到场分享观点与建议 了解县府教合一既天祭福活动执行的情形 因为花莲的宗教预算其实已经办了十年以上 但是它其实没有特别的有脉络 就是我们在讲文化的这个宗教文化的这种活动 它其实政府的角色应该要淡出 那很多的文化官包含最近才刚落幕的白沙屯妈祖 他也是因为民间因为文化因为信仰等等的因素 他开始自发性的办理 然后让民众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而形成现在的文化盛世 那花莲的话有点背道而驰 所以政府的角色应该淡出 那当然因为这样的预算编制太多 所以引发了很多更多的联想 那这一些其实都是应该让回到文化 回到信仰本身的一个宗教活动上面 而不是政府来主导操作 那这个动员的活动是不是真的必要性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像白沙屯妈祖 或者是东港的传王等等 那些这些信仰活动 它其实应该要民间自发 然后政治力淡化 那这样子才会回到我们的有文化意涵的这种活动盛典 那这样子也才能够引起更多的民众的参与 然后以及我们的观光的效益 那这一次很希望就是说 借由审计室的调查 让这个宗教预算能够有更客观更立体的一个建议 然后提供给花莲县政府 让花莲县政府能够彻底的来检讨 然后希望我们的预算能够真正的使用在民众最需要的地方 东华大学教授李世伟表示 花莲县府介入宗教活动特别积极 五教合一祭天祈福的绕境活动 从名称上就是有正义的创意 除了有混淆宗教基本认知 干扰宗教生态 也降低民间的自主性 建议地方政府淡化角色减少介入 审计室主任林庆文结论 咨询会议目的是希望发掘问题的真结与缺失 提出整体性建议意见 促请县府改善 未来审计室将回报监察院继续追踪调查 给予花莲县府建议 接着蒋邦彦华理事报导 未来信号 好